影子新金牌娱乐观察家发现 孙一珍和玄冰老师最近宣布结婚了 有人不理解 觉得他们突然宣布结婚有端倪 还有人说 孙一珍老师是不是怀孕了 所以急着结婚 孙一珍的好友出面回应了 第一个问题 孙一珍真的怀孕了吗 按照网友的分析 孙一珍这么着急结婚 应该是因为她怀孕了 所以要凤子成婚 这会是真的吗 孙一珍的好友透露 事实并非如此 孙一珍目前并没有怀孕 可是问题来了 为什么孙一珍要选择三月举行婚礼呢 要知道 从2018年到现在 孙一珍和玄冰兜兜转转四年过 一直都没有选择结婚 这次是什么促使他们下决心呢 按照孙一珍好友的说法 其实这件事另有原因 玄冰和孙一珍两人觉得到了该结婚的时候了 再加上孙一珍日前刚结束电视剧39的拍摄 婚礼日期自然而然就选在了三月中旬 第二个问题 孙一珍婚后会赶紧生娃吗 大家也知道 孙一珍是韩国顶级美女 玄冰是顶级帅哥 如果他们生孩子 一定会继承父母的优良基因 长大以后一定年值逆天 大家现在都有点好奇 孙一珍老师何时会生娃呢 要知道 孙一珍已经40岁了 这个年纪的女孩子 如果不抓紧 就有点困难了 相信之前孙一珍没有生娃 主要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人 这次孙一珍找到了玄冰 应该会为自己心爱的人连续香火 开枝散叶的 你信吗